刘亦菲吧 这不是宋佐尔头 我当场 哦 当场怎么着 当场快点等着 这刘亦菲 哈哈哈 哎他选一张刘亦菲 早期早期照片 而且他眼睛是这样的还要 所以我就说宋佐尔灵气嘛 灵动嘛 看跟刘亦菲有一些 要不就没有出现宋佐尔 周玉鸣吧 像陆寒 哦 你也不厉害 你太厉害了吧 嗯 这是方清卓吗 哈哈哈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女的女的 女的 不一定小时候可能 有打扮成小女孩拍照 我看看啊 烧饼啊 你可别胡说呀 这个节目还能不能胡说 不是 你可别 马迪 哎呦 哎呦不录了 你回去了 糟糕了 喂 哎呦 敲到门口是吧 好师傅你稍微等一下 马上出来啊 咋吧 我还有事 我也想 还有节目 我想走了 我今天还真的还有事 对不起 我也没猜走几个呀 只是关键的都猜错了 我都忘记他要干嘛了 猜完这个游戏以后 我现在也就是大脑已经停了 打算放这个片段吧 这个片段很尬 哎呦来看一下有多尬 辅助 一会儿周路 呃一分钟的时候帮我 站一下视野 我要合到眼 有个孙病的 嗯 跟我呀 跟我呀 他气死了 他是真的着急 我们俩是真的要好 但我们俩生活中 从来不打这个游戏 那是了 很破坏的感情 因为我我们俩曾经打过这个游戏 就是 就属于两三天不能说话那种 哦 导演组 你知道 哎导演组正很快 哎默契时刻帮不了 哎我真的会泄 我真的 你去战没战事呀 你呢你干嘛去了 人家不告诉你 站一下河道他又抢河道谢吗 你去俱乐部了 你还不知道啥叫河道啊 不是你平时玩 你也知道啥叫河道吧 大哥 你为什么要跟着汉哥 汉哥是个中路哎 你五级了你还跟着汉哥 你看 就是电竞的人都会 看着就会生气 就我刚才说这些 根本不需要上场到电竞 就是游戏 我实话实说 你这个真挺窒息的 因为真的不太行 我感觉什么时候 你为啥要去吃营正的雪包 我感觉着急 我跟张大大一起打游戏的胜利为 学习委员你要对我们同学有有这种信心 哎然后就有弹幕说 有人说绿茶巾绿茶巾 就是我我也会觉得很差 但其实我真不是 哈哈哈哈 但也的确是又好气 又好笑可能就是也不能怪剪 我跟你讲不能说剪辑坏 你要说剪辑坏话 你刚才说的 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 剪辑坏错 是这样子 如果说的话剪辑会给你剪的更差 你看杨幂的动作比如是 然后接我是这样 就是你你就是没 我没有这样 然后人家就说 嘟你嘴呢 就是在下面骂我 一个绿茶巾 还要给我的表情放这样 就变成了杨幂说我我男男人委屈 忍不住嘟起了绿茶嘴 哈哈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这 哎呀我这个很妙 这很有意思 我们看着很高兴 你们看着高兴是吧那就行 你知道我现在有多好笑吗 我坐在车上 这都是我的工作人啊 我突然把这个游戏打开 他们就这样 就这样笑 我说你们礼貌吗 不是我说你们礼貌吗 司机师傅也像 说张老师 你那个打那个网子打得蛮好 我有看那个视频 真的 当时我参加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要怎么样是吧 通过电竞精神 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我 你每次干一个事 你都真的好有想法呀 参加我是歌手 让别人认识主持人以外的我 认识了吗 认识了 确实认识了呀 哭经 戏经 认识了呀 参加全力以赴的我们 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杨刚 拳击男人的我 参加喜剧节目 就是为了让自己变得 幽默 幽默 更讨喜 因为我看 你看贾琳 沈腾 黄渤 多丈人喜欢 我在演《请》 就会也是这么以为的 如果演好了 哎呀我说不定有机会演什么 电影啊 我越想越兴奋 我觉得会有一天我能站到那个 领奖台上 你懂吗 你真敢想啊 你是真敢的 我当然怎么想 我在对台说还说呢 本来我是要演 我是路人甲的 但是被人家选走了 只剩下我和我的祖国和 许幻山三十而已了 你说我怎么选 许幻山 要演一个渣男 肯定选渣男啊 好 是张一老师那角色吧 对 多难呀 多难呀 主要是底下的评论老师 评论的也就是有点太传识了 而冬生老师第一话这么说 旁边那位女演员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完全没有看你的表演 因为张大大对吧 你的表演 每一个细节 真的太吸引我了 因为你就演得 演得好像那个 那个那个小偷 我当时我以为一开始 要夸你是吗 对 我就说 我以为他说 太吸引我了 我想说香港金像奖离 我也就是近在咫尺了 他是主席啊 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了 你试图通过参加一些节目 让大家看到你没有的那些动物 对 你正常来说啊 我不会说我 我想通过一个节目 给大家展示我的性感 我就不会有这种 你看 对 你这礼貌吧 你看那样 对对对 扬长必短嘛 我就是内于 阳短必长的人 真的 内于阳短必长的人 但我觉得有一点好 别的艺人都在防他防 你已经脱免了 他无可他了 啥也没有了 废墟之中寻找生机 但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 我作为一个 樊观中 我觉得是可爱的 是吧 就是这有一些笨拙的 可爱 但是慢慢要有个扭转的过程 我觉得 可以的可以的 我还 只要你选对 我身体很健康 跟身体很健康有什么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活更长 活更很久 让观众 把观众熬死吗 你的意思 不是 是这样呢 就前一段时间 我妈就跟我发一个星期 她就说 儿子你不要在节目上 老嘟嘴 感觉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那她会不会难过 她不会 她看节目什么不会难过 你说看那些 骂别人骂你啊 什么的 她会看吗 我有看到我妈 用她的账号 去给别人留言 说 我要哭了 妈妈就会去留言说 请你不要这样说她哦 毕竟你也不了解她 妈妈真的会这样 我现在我要哭了 我妈还用抖音 小号去给别人留言 后来我就真的跟我妈讲 我说妈 我希望你不要去 用这些东西 我说你可以拍拍抖音 就拍拍手 是我 因为这是我 工作生活里的东西 你 哎呦天哪 我说 哇这样将是我在某小号 第一次落泪 也是所有人中第一手哭 再讲继续 不不不 她是不是还哭 因为我 我妈不会哭 我会发现这件事情 我妈妈不会跟我讲这件事情 这次才让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自责 你知道你突然有一天打开一个东西 发现有人比如雪芹在说你 看到自己的妈妈在说 芹你不要这样讲她哦 这样 哎呀我一下就觉得 心里很很失落 我不是说觉得难过就很失落 妈妈肯定能看到那些东西 对对对 因为父母也很年轻 都会用都会用智能手机 他们都能看到这些东西 哎我就觉得说 我要做更好一点 我就是想让她看到 更多人喜欢我的 嗯 稍稍热